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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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的節目中 超級星光大大的最終思想 來到康熙借力的唱出一首 令人感動的歌曲 走了嗎 你想走 我不能夠接受我 就算理由 不太多要求我 但需要如果 還需要愛你 如果沒有你 我在哪裡 又有什麼可惜 是 而當青春的星光幫碰上了無力頭天后 西地更是鬧出了許多笑話了 所以如果我跟明智玲的話 你會比較想選 小孩子 我是說 我是說要發生性情的 小孩子 也是我媽媽 所以即使我現在懷孕都是我媽 是 你這個畜生 你這個畜生 然後好像你對於一百萬有別的處理嗎 對啊 你是要怎麼處理它 我就是會去佛光山幫大家點那個 平安燈 你們有想要的嗎 真的太辣子了 對啊 我做造型沒有用過平安燈 那不是所有 想知道更多關於星光幫的小秘密嗎 想知道星光幫成員中 哪一位是專業人士眼中的明日之星嗎 今天的節目中 將會通通告訴你啊 不然就讓人家唱一段好不好 不然你要唱哪一段 不然你先唱好不好 我讓他們跟我們合唱 這樣會不會太長啊 不然你唱一下開場 你給大家聽一下好了 好 這歌沒辦法這樣子呢 你不要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子 說你們也是好玩 好大 你要這樣子 你有在家好好唱就好玩 不要加入我 好大 趕快 好幾下 不要勾我 感謝上來 我沒嘴 我沒嘴 沒嘴 請你不用擔心我 手哪路後請你信我 在這個時候 尚心的尚心的我 是怎麼人會知道 手有手就跳開我 手了解我 手了解我 了解我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啦 人家唱得好不好 好 而且有自己的感覺 比妳唱的 我唱得我真是有點流氣啦 妳後面有汙什麼汙 我發現他們心聲帶歌聲都很... 就很清新耶 對啊 黃國文 他剛剛那個歌 是不是比他出場的歌有力量 其實這首歌 小艾斯唱得比較好 真的嗎 感覺 他唱的是國語歌的味道 而不是台語歌 不過小艾斯是身為一個媽媽 可是 我也是做過兩年了 其實 我覺得一個人有好聲音 不一定有那個好的味道 就是選歌很重要 如果他選這首歌去比賽 不太好 因為他沒有那個口味 但是其實小艾斯有口味 所以這首歌還是要唱成江湖味道 我覺得要有口味才能唱這種歌 可是你不會覺得他清新中 還去帶著感情嗎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變成那一種 例如說把它重新編曲 變得比較福音 清新的 那是一種詮釋的方法 但是那種感覺 就不是Joel的心聲 就是沒有那個口味 不一樣 Simon 你覺得星光幫的選手 是不是這種 在面對老藝人的調戲的時候 露出聲色 是前輩好不好 前輩 對不起 前輩的調戲的時候 你覺得露出那種青色的樣子 是特別討喜的事情 我想以他們的年紀來講 這樣是滿好的 而且他們本身 他們一開始並不是說 我就是為了當藝人 而來參加這個比賽 他們只是喜歡唱歌 所以他們這樣的表現自然 反而我想對觀眾來講 會是覺得很好的一個感覺 可是像你手上的5566他們 其實也都是20幾歲的人啊 就跟他們年齡沒有差很多耶 但是畢竟他們是一個歌唱比賽嘛 可是有的藝人他是全方位性的 他可能說我不見得只有唱歌 可能我有演戲 我會主持 對不對 我會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跟他們的 一開始的這個起跑點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是不是他們如果 現在表現得出來太油氣 反而不會受觀眾歡迎 對 我覺得是 所以也不應該應答如流 也不應該會開玩笑什麼是不是 就是不要太油掉了 會覺得說那你是不是 你一開始你是處心機率以來 藉由這個東西當一個跳板呢 還是怎麼樣的 所以羞澀跟不知所措就是成功的關鍵 對...被你這樣玩一玩 你看他們更羞澀 大家會更喜歡他們 被你這樣玩 講得我真的很悲哀耶 是打擊啊 對 那 Simon說實話 如果去餐廳裡面 台上這四位輪流出現在唱歌的話 你在台下喝飲料的時候 會注意到他們任何一位嗎 如果以剛剛聽到的聲音來講的話 我會注意到林茵佑 對 因為他的聲音非常的有特色 對 可能就是聽到會特別注意一下 OK 請問四位你們現在都是 回到家裡去都會不斷的 被親友要簽名嗎 走得燒燒 走得燒 然後一律都答應嗎 對啊 所以現在走在路上 路人的反應是什麼 會尖叫吧 有些會尖叫 有些會一直這樣看 然後也不知道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就是一直看 這樣 一個人的話就只有看而已 對 如果是團體的話就會 擦身而過之後就會開始 這樣子 會上來要求合照嗎 會 有些會 你們都一定是來者不拒嗎 大都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只要有空 然後沒有趕時間的話 都會幫他們這樣 所以有練了明星簽名了嗎 小練吧 對 對不對 我一開始都直接簽佑佳 然後有一次回學校簽了快一百張 我就嚇到 所以我這樣就寫 Yoga Yoga 對 先生的筆畫比較少一點 對 林比較好寫 所以你們會走那種 就是巨星的那種感覺嗎 就是路人根本看不出來 你們在簽什麼 還是要走老實路線 有人一筆一畫寫名字了嗎 我之前是 OK 對 那你們都不改名了嗎 我不會改名字 OK 周定文也不改 潘永文也不改 所以你們幾個都註定可以 你也不改 路薛 我有點想改 因為我的筆畫太多了 我覺得你可以改耶 你簽名會到時候真的會很慘耶 劉立萍現在唱片界 還鼓勵歌手改名字在出專輯嗎 還是有啊 還是滿迷信的 會因為是簽名太累才改的嗎 不是啊 是大師建議 而且要響亮吧 對 所以他們四位目前的名字合適嗎 千萬不要改啊 因為已經紅了 所以現在不能改了 OK 好 那接下來S妳要跟誰唱 因為剛才唱了台語嘛 不然唱國語好了 OK 等一下還有搖滾的跟書籤的 好 你們比較想要聽那個無菸的結局 還是小丑 小丑好了 有小丑啊 怎麼會 小丑是我的肥大哥 你怎麼會逼他們唱這首歌 小丑你們會 去KTV會點嗎 會 會 會你練的耶 好啦 誰要陪你唱小丑 是我 好 OK 加油囉 請 queue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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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in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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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在喊 掌聲在喊 好 給我 掌聲在歡笑之中響起 眼淚已落在笑容裡 情無時歡樂送到你眼前 落幕時孤獨留給你 是不是太低了吧 給你唱 這是多少磨練和多少眼淚 才能夠站在這裡 失敗的痛苦成功的鼓勵 有誰知道這是多少歲月的累積 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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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悅 賢 呈現給你 不行啦 這首沒有詮釋好Key太低了 而且你本人家修掉 結果你自己也拉不長 我多了兩秒耶 老師 我剛才算不算長 有肺活量 算啊 算錯了 這首真的你害到他喔 他根本沒有表現 我也沒表現到啊 不然你讓人家用自己的Key唱 一段小舟 你不要反他好不好 好 我剛剛也沒有在反他啊 我剛剛也沒有在反他啊 喝醉 迴遮 像中 中 我的個人 中途 成功的努力 有谁知道 只是多少岁月的累积 小丑 小丑 是她的心酸化作喜悦 是她的心酸化作喜悦 我太天啊 妳真的是這輩子 第一次唱這首歌 之前有聽我爸爸唱過 我家唱得滿...我太天啊 對 我比較不理解 妳為什麼認為這首是妳的歌 就妳剛才整首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把它認為是妳的歌啊 什麼意思 就妳的強項在哪裡 妳唱這首歌 沒有 因為剛剛真的是Key太低 不然我... 因為真的是Key太低 不然妳問黃老師 我剛才是有放感情的 其實我覺得小S的專長 她的歌選得都很... 有故事... OK 意思就是其實她是一個 唱歌是非常投入的 對啊 其實她很喜歡去演繹 不過這些歌都不好唱 因為這些歌不但是要聲音 其實要整個那種 整個味道 而且要趕 她很趕 老師講別人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加話 靈魂啊 感情 蘿莉巴花 是怕她忘記嘛 你看她在那邊慢慢講 小愛子很敢 是 剛剛真的是因為Key太低了 對啦 不能怪妳 那妳覺得兩位已經畢業的同學 坐在那邊的心情怎樣 應該滿不是滋味的吧 蘿莉巴妳今天願意來喔 而且還沒唱到歌 還被我虧了一下 對 願意來 妳會不會很想要上來唱一下 想了 但是沒準備 OK 可是今天知道 妳要以這個旁觀者的身分 坐在那邊的時候 難道沒有心裡很不高興嗎 不是爆料走嗎 妳要爆誰的料 妳自己... 妳自己被爆料給她說吧 妳還爆人家的 目前是妳的料最精采耶 妳要爆妳自己的料嗎 不要 那妳要爆誰的 就都...差不多都被講完的吧 OK 一直被記者逼是不是 就是在星光道的節目裡面 唐靖穎會一直逼你們 爆人家的料嗎 不會吧 就是 有時候會... 偶爾會講一下而已 那你們回去後台 沒有講過兩位評審老師的壞話嗎 不會 我們都不會講 我們大概會講一些別的事情吧 Roger送了一雙鞋子給誰啊 是給我的 是給你喔 所以是什麼情況下送的 剛開始比賽的時候吧 然後咧 然後Roger老師那時候就還滿喜歡我的 對 她有一直鼓勵我 那時候我第一次 就是那時候PK賽 我輸給那個廷慧 然後她就有給我很多鼓勵這樣 就是她把那一天 就是她幫我做造型的鞋子送給我 希望我好好努力這樣 OK 所以現在已經結束這個比賽了 你覺得是放鬆比較多 還是覺得很可惜 應該是放鬆比較...放鬆 應該是大虧本吧 就是投入這麼多時間 結果都沒有收入啊 可是還是有可能會出片吧 因為也不見得... 有沒有商業演出的機會啊 商業演出是... 就是說演唱會邀請你去唱歌 有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週只有唱校園比較多 還沒有碰到過那種 有某個演唱會 人家爆說現在出場的是劉民風 然後全場就尖叫這種嗎 有...有幾場還滿多場的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去的是不是 對 很多是自己一個人 要不然就是跟他們一起去這樣 所以你有打電話去罵你那個 爆料的前女友嗎 沒有 就是都沒有...沒有再點了 你不會很想要就是... 因為你現在打他 就是比較有立場啊 沒有 以前打的人就有一點... 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他 就是再說說話之類 你是不是沒有料到 他會跑出來講這件事情 我有料到說就是 這個事情會不會被收出來這樣 OK 所以你就準備好 就是他一講你就願意承認 對 因為照理 我覺得就是有錯 以前做過什麼錯就是要承認 那沒有做過的事就要說清楚這樣 Simon啊 男女朋友交往 甩對方一個耳光 這個有很...不可以嗎 你這個是人講的話嗎 因為他是經紀人 他一定要面對這種事啊 對 因為王仁甫 不是也被抱過打人嗎 有嗎 有啊 你這麼一講 你就是沒講的話好不好 是不是 男生當然... 因為我覺得不管在道理上 還是在私底下 我覺得男生可能 動手打了女生 這個事情 會帶給一個藝人 一個很負面的一個效果 因為畢竟是一個 比較不好的事情 對啦 真的不用不要使用暴力啊 所以 打耳光這事情 不算... 不算吵架裡面會發生的事喔 對我個人來講 算是滿嚴重的耶 真的啊 如果我老公賞我耳光 我是有可能動用到靈魂耶 真的嗎 對啊 真的啊 這麼嚴重 很嚴重啊 那...就是吹你頭的嗎 離婚啊 你是說這樣吹嗎 還是說這樣 輕輕的俏皮的這樣打 吹 對 也是要離婚吧 OK 所以不可以動手就對了 我覺得大家都是要很平衡的 對 我說我們在講說 萬一一個情況的話 只有推嘛 是不是 就是把它推一下而已 所以想巴掌根本也沒有嗎 沒有 那... 所以你推的是以那種 還是說... 還是說是以那種真的是 你知道太準的那種態度推 忘記了 就是好像是吵架吧 生氣之下就推了一下是不是 所以我們兩個都很生氣 是在捷運的月台上嗎 不是 不是...它是一個... 那個意圖就比較... 比較可怕 一個誤會吧 捷運那是誤會 可是我...可是我記得 就是... 就是自己又被揍了所以... 了解 所以我好像是忘記了 互相的事情 對... 被推應該還好吧 如果看它是哪一種拳擊啊 就是不高興這樣推一下呢 如果我自己能夠借力實力 真的 我... 我就算了 但如果真的是整個摔傷 然後都導致流產 那也是要離婚 OK 對 請問 好 對方沒有懷孕嗎 對不對 沒有 OK 還好沒有多問一個料傳 嚇死我 請問六位選手當中是誰PK過 楊宗偉把它PK掉了 小美 我 是你啊 你怎麼那麼強 沒有啊 就那時候比較... 比較輕鬆 然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楊宗偉那天就超級無敵緊張 對啊 然後就不小心把它PK掉 你是用哪一首歌把它PK掉 讓每個人都心碎 你曾經PK掉楊宗偉 這是一個很光榮的紀錄吧 還滿光榮的 現在想起來 那你覺得 你覺得楊宗偉跟蕭敬騰 到底誰唱得比較好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 蛤 一定要選一個啦 那我會選楊宗偉 楊宗偉 對 你叫小美啊 對 因為我是阿美族的 賀君祥也叫小美耶 賀君祥也叫小美 對 但是應該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美嗎 不一樣的友... 那個綽號由來 可是... 綽號由來不太一樣 所以你不怕賀君祥的粉絲不高興 應該不會吧 我們的那個... 粉絲也很多 對 而且我們的領... 不是 我們領域比較不一樣 你歌唱它是戲劇的 對...OK 好 那你還有力氣唱歌嗎 我可以啊 真的 我可以啊 還要再聽啊 就看大家會聽不聽 你可以講 好 拿一首 一樣的月光好了 不會吧 等一下 老師你先... 你先彈第一個音好不好 老師你先彈第一個音給我聽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OK 我看你還是跟黃谷... 你加顧一下 好 來 你要... 要搖滾啊 啊 啊 我算音樂 不是 什麼時候 二十萬般都離我遠去 什麼時候身旁的人已不再休息 人潮的洶湧 拉開了我們的距離 沉寂的大地 在靜靜的夜晚默默的哭泣 誰能告訴我 誰能告訴我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 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 誰能告訴我 誰能告訴我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 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 一樣的月光 一樣的照著新編繫 動起來 Come on 一樣的冬天 一樣的下著冰冷的雨 一樣的車台 一樣的在風中堆積 一樣的笑容 一樣的淚水 一樣的日子 一樣的我和你 一樣的笑容 一樣的淚水 一樣的日子 一樣的我和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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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承認這首他唱得比我順 辛苦兩位 辛苦 辛苦大家 有一點累 真的 喉嚨有點緊 我承認 陳春華 徐一蒂的表演風格是哪一種 如果有正聽秀的話 真的是很適合 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表演比唱還要讓人家期待 為什麼我是朱哥亮歌聽秀的風格 對 為什麼 你又沒有趕上那個時代 我不是那個年代的啊 可是現在歌壇沒有你這種 真的很可惜 你那不夠豐富 大家都太驚了 不會太流氣嗎 沒有關係 我覺得 你... 你剛剛有沒有覺得潘英文帶不動 就是他 比身體還滿硬的耶 因為我剛剛有試圖喊 動起來他也就只是飄來飄去而已 你是不跳舞的嗎 因為我就是怕會唱不好 因為... 動的會唱不好對不對 可是你要表現出那種搖滾的震撼啊 因為他後來嘶吼的時候 還是有搖滾的那個音質出來 聲音是棒 可是肢體太硬了 黃光他可以搖滾嗎 他有那個職啦 但是我覺得他不敢 我覺得你們四個人 要跟小孩子學一個事情 他雖然很誇張 實在太誇張了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敢 豁出去 我覺得唱歌要這樣子 我覺得你剛才豁出去 你那個高音就上去 你們在這邊亂勸人 萬一蔡大哥讓比賽都像他這樣子 怎麼可能會贏 一定不會贏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學到他那麼敢 我覺得有時候唱歌就是要敢 你就是要有自信 你要跨這一步 然後你不敢 不管別人怎麼看你 他是完全不管我們怎麼看他 但是他的表演讓人家享受 人家會忽略他的歌聲的瑕疵 因為他是整體表演 大家會看你的表情 還有你的肢體 而且我告訴你 唱歌你有肢體你的聲音 能夠帶動聲音 你不要站在那邊唱搖滾 絕對唱不出來 你要跳起來唱 謝謝老師 老師可是他們會不會就是 因為這種羞澀的感覺 才被觀眾喜歡 他萬一真的變得像我那樣 然後大家就覺得好噁心喔 是啊 但是他們羞澀也只是他們的一個過程 他們如果要當歌手 就不能再羞澀 我覺得一個喜歡唱歌的參賽者 很羞澀 大家會支持他們 可是你要我們買你的唱片 要成為歌手 甚至成為巨星 成為Star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 可是劉麗萍你們要怎麼 讓青澀的人變成 比較放得開啊 做很多訓練啊 對啊 例如說就是拍MV之前 可能要回去練對嘴 因為他跟現場演唱是不一樣的 他可能現場永遠就是閉著唱歌 那可能在台上大家會覺得說 妳好投入 可是我永遠拍不到妳的眼睛 那就完了 他們常常閉著眼睛唱歌對不對 其實都一定會啦 因為就是在舞台上嘛 但是妳拍MV的時候或是拍照 那是不太一樣的 那是完全兩件事 可是王菲有一次在演唱會唱一首歌 他從頭到尾都閉眼睛耶 演唱會OK啊 可是我拍照 我拍一個閉眼睛的 你最喜歡躺著唱都可以吧 誰 我說會不會那是開創一種 新的潮流呢 就是 所以如果說他要走 閉眼路線的封面 那 這是另外一種 對 妳以後家好像有被網友評論過 唱歌的表情是不是 對 他們對妳的形容是什麼 為什麼 很賤啊 很猥褻的 哪有 P字 什麼樣的表情會被稱之為賤 就是所以才會被人家說很迷幻這樣 迷幻是好的稱讚了是不是 迷幻 迷幻是好啊 應該是不好的吧 迷幻也沒有惡意啦 賤就真的是傷害啊 因為我一開始是真的很緊張 我就不敢看鏡頭 對 那怎麼辦 我就會 望著上方是不是 對 然後閉眼睛 看起來有點驕傲的樣子是不是 對 有人講 所以被稱為賤之後 妳有趕快改變妳唱歌的表情嗎 就是順其自然 可是還是會聽進去 因為我不是 我是因為真的是 不敢看鏡頭才那樣 所以就有練習看著前面唱歌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說妳賤了吧 可能大家習慣了 妳現在還怕鏡頭嗎 比較不會怕 被講賤還滿傷人的耶 妳都沒有被講過賤吧 我常常啊 真的嗎 到現在都還是有啊 沒有 妳不見嗎 我不見嗎 唱歌的表情不見 可是被講賤我可以接受耶 因為妳可以把它歸類為是一種 他覺得妳太淘氣的一種 妳知道 感謝 不會可以接受 妳剛剛破音耶 妳還有能力在唱首嗎 我剛剛其實沒有破音耶對不對 我只是音沒到而已 真的啦 破音是破音 沒到是沒到 破音是勉強去 然後去不了 沒到就是放棄去對不對 是盡力 但就是妳到不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老師 妳講憑良心 我剛才不是破 是沒到耶 就是我如果硬要到 就是會變得破音 OK 所以沒有傷害到 小S喔 小S唱的肢體很好 但是妳要把妳的聲音也 妳也要用妳的聲音去配合妳肢體 我剛剛是因為耳鳴 真的嗎 我最近懷孕 右邊一直耳鳴 但是我覺得唱一樣的月光 非常吃力啊 因為他真的不好唱 不好唱 妳很有種 我現在唱一個比較好唱的啦 什麼 無言的結局啊 那只剩周定偉啦 妳唱過這首歌嗎 唱過 也是媽媽唱過嗎 姐姐唱 OK 曾經妳說過 對妳說過 這是無言的結局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其實為什麼就瞎了不成 因為剛剛一樣的月光太累破了 對不起 韻部比較不能一行二用 跳了我就會瞎掉 算了 先不要跳好了 免得我又瞎了 好好唱 好好唱 曾經是對妳說過 這是個無言的結局 隨著那歲月淡淡而去 我曾經說過 我曾經說過 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妳 我將會離開妳 晚上會有淚滴 當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妳 我怎麼能夠怎麼能夠 埋葬一切回憶 啊 讓我再看看妳 讓我再說愛妳 別將妳背影離去 分手時候說分手緊 不要說難忘記 就讓那回憶淡淡的隨風去 噢 也許我會忘記 也許會更相依 也許已沒有也許 謝謝 全功了 算成功 妳真的帶給年輕人壞的影響 因為我覺得周廷偉被帶壞到 亂腹 然後整個變台客 沒有 就每個歌路嘗試看看嘛 是 一樣的月光太用力 真的 第四首真的唱得很好 對啊 我還是要走 比較抒情的歌路啦 周廷有跟S唱得還好嗎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平常去KTV 會跟女生對唱 會啊 會啊 就有像這樣投入嗎 會 不過這首歌 比較投入一點 可能是她的那個意境吧 OK 你們年輕人會懂得這種感情嗎 不懂 可是她的歌詞就感覺得出來 有可能將來對女朋友 唱這種歌嗎 要看情況 看什麼 請問 那個星光大大揭曉了 第一名一百萬之後 第二名是有獎金嗎 有的 多少 30 30萬 然後第三名呢 20 第四名呢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四個人裡面 會有一個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嗎 也沒有什麼贈品嗎 茶葉蛋啊 可能吉他或什麼的嗎 就是零 沒有 是不是 可是應該都有唱片公司 在洽談了吧 可能等比賽完吧 OK 對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比賽 所以只要不要 慘到第四的話就... 就會有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好 那今天幾位評審老師 會用他們的專業角度出發 出發點就是四個人裡面 他們最想簽約的會是誰 好 過去看一下他們的那個 評論的結果 不過我要聲明就是 康熙來的這一個評論 只是這幾位專業評選的眼光 跟星光大道會評選出來的結果 完全沒有關係 好 那說不定妳會被簽耶 他最想簽妳 妳要預測嗎 好心理的 好 這個人的票放在妳這邊 好 這個人的票放在妳這邊 一手一個 好 所以這個人兩票了 這個在我這裡 我這個兩票 妳這個三票 妳這個兩票 是不是跟妳想的不一樣 沒有跟我想的一樣 跟妳想的一樣 好 我們手裡面現在呢 一共有 六 三 四 七張票 然後這一個人有三張票 這個有兩張票 這個有兩張票 我要先宣布我這邊的 有兩張票的人 這壓力太大 妳先講妳這兩張票是誰 潘玉文 好 兩張票是潘玉文 好 潘玉文是哪兩位老師啊 Simon跟文子 文子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她 其實應該是屬於悶騷型的吧 其實她是屬於悶騷型的 只是說現在還在比賽階段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 妳不是也是悶騷型嗎 不是 所以我很容易秀出悶騷型的人 對 因為我覺得她外型很OK 就是基本上外型當然還要再塑造 包括她之後將來可能給她定位的形象 是在哪裡 我覺得她的可作性還蠻高的 對 包括可能斯文型 或者是比較 比較書生型啊 還是動感型 其實我覺得可能都可以被塑造的 了解 對 那我覺得 我的角度是不只以歌唱 因為我們是做經濟的 所以是比較全方位 包括她是不是適合演戲啊 還是主持啊什麼 那我覺得她也很適合演戲 那可能現在藝人代言的部分什麼的 她也滿適合很多種產品 有時候妳可以講那麼長嗎 我只是專業 我今天對評審好兇喔 不是 她整個人拿俏了耶 好啦… 三分老師 那也是 文子講很對 都被她講完了 其實理由是差不多的 因為以唱來講 四位我想其實唱都很好 但是如果以站在我們經濟 全方位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 潘玉文她可以 塑造的空間會更大 潘玉文今天還不錯啊 因為雖然不是三票得主 可是這兩位經紀人看重的話 未來機會會很多 謝謝 好 那我要講我這邊這兩票的人喔 我這邊這兩票的得主 是林佑甲 林佑甲不是今天中選的人耶 對啊 妳有料到嗎 反正她…我旁邊很多人都很愛她 還好啦 我們節目也不算什麼 對 林佑甲是哪兩位老師選的 OK 劉麗萍 我覺得她是四個裡頭 聲音最有辨識度的 然後以現在如果是歌手來講的話 就是她可以詮釋的歌曲 其實Range滿大的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有上去部落格看過她寫的東西 就是她的文筆不錯 然後如果以比較純粹歌手來講的話 她會比較有東西再去 可能不是像狗仔八卦這樣子被挖掘的 就是她可以做很多東西在她唱片裡頭的想法 然後除了聲音以外 就是她人本身 我會覺得她是比較好操作的 OK 對… 好 另外一位老師 我覺得她比較自閉 然後呢 所以妳要鼓勵她嗎 這一點我覺得反而是她的強項 OK 因為其實我覺得歌手跟藝人不太一樣 當然歌手也是藝人 但是我覺得身為一個歌手她有很多故事 其實在國外在台灣也有很多歌手是不太講話 害羞 對 或是甚至不會打扮 但是我覺得她的聲音會讓我會想寫歌 因為我覺得她可以去唱一些特別的歌 或是說我是用歌的角度 她可以去唱一些比較難唱的歌 或是有故事有情感的歌 她可以用歌聲單單的用歌聲感動許多人 但是我覺得她要怎麼包 我覺得並不太困難 OK 對 像黃國雯老師其實是非常會講話 很會講 然後又會打扮對不對 如果以製作人來講算有型的 所以她這群歌手也很難得 對比她剛剛自己講的話的妹妹 妳算活潑耶 對不對 妳以前都不自閉啊 以前歌姐 她簽我做歌手過嘛 然後就賣得很差這樣 因為 因為那時候有人大家勸她 就簽我當主持人 所以妳講得沒錯 歌手要有歌手的氣質對不對 沒有 我跟你分享 我是說 我是說如果接下來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時代 我認為 我現在講一個歌手進化論給你們聽 會不會很長 不會 給我一分鐘就好 第一個是人 第二個是喜歡唱歌的人 第三個是歌手 第四個是明星 第五個是超級劇情 他們現在只能算喜歡唱歌的人 會唱歌的人 但是你知道會唱歌到歌手 歌手要有自己的歌 我看過太多POP歌手唱得非常好 但自己的歌唱出來不行 所以歌手是像萬方這樣子歌手對不對 對 她有自己的歌 有自己的代表作 她不能再模仿別人 不能再唱背叛用那一種聲音 她要有自己的聲音 明星呢 要有個人魅力 超級巨星呢 要有格局 這樣 一分鐘到嗎 明星呢 要有個人魅力 超級巨星呢 要有格局 這樣 一分鐘到嗎 有啦 老師一講話很有道理 所以老師你沒有去過星光大道當評審嗎 沒有 真的沒有 也是你回絕掉嗎 沒有 其實我這幾年一直生出 深入簡出嘛 你常常來看戲哪有 沒有 我覺得幹嘛要講我 我又沒有參加星光大道 所以你畫家是開啦 我們現在一直關不起來 只好順著走 好 那 還沒有揭曉的呢 只剩下兩位了 一位是周定偉 一位是盧學睿 那請你公布三票得主是 好 我來講了前面這幾個字 就說我們來恭喜 周定偉 謝謝周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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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請問哪三位老師投周定偉 好 陳孫華 其實我在周定偉 跟盧學睿這兩個在兩難 可是呢 以現在唱片 真的非常不景氣 所有的唱片公司 都是短線操作 所以他沒有時間 跟你講人文 慢慢的訓練 然後讓觀眾來挖掘你 你可能一上了鏡頭 你就要馬上 要很快 也許一個月就要定生死 那我覺得那個 他是 周定偉是非常快 譬如說剛才跟小意思表演 適應力很強 適應力非常強 譬如他的對答 然後他的舞蹈 當然他現在的舞蹈 也許有很多人的影子 可是我相信他在訓練 他非常聰明 他面對媒體 面對鏡頭的時候 讓我看到 他是一個會發光的部分 但是 這是因為現在的這個環境 那所以你在其他部分 內在或者你剛才 黃老師講故事性這些 你真的要加強 因為歌壇真的很現實 你在這次表演 很多人跟著你一起成長 當你有自己的歌的時候 那也許大家對你的歌不熟悉 可能就要重新定位 對 就大家會把你捧得很高 也可能一夕之間 你就會被打到平地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有這樣的例子像 那個大陸的超女 我們都知道 非常紅非常紅 可是他唱片的銷售 就非常的辛苦 對 這個是要 真的要讓你們一些警惕的 對 謝謝老師 就是 就是 你看中他的是什麼 我看中他的是 就是因為就像陳如剛才 孫華大哥講的 就是現在沒有 現在是很速食的時間 很速食的時代 所以我們沒有太多的金錢 跟時間去訓練一個 可能 沒必要在一年之後 才有辦法在舞台上 表現或秀出來的東西的人 對不對 好 那夏姐呢 我也是認為 其實做一個藝人 他應該要全方位 他有的本事越多 對他來講 他以後的路會更寬闊 那我覺得說 因為他下會跳舞 他會唱歌 那其實在這方面 他已經 比其他三位要 要 領先一些 對 然後 我覺得 這個行業進來 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你要在這行業裡面 做得長長久久 然後做到頂尖 那個很難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選擇 成功參考 而且你們被不同的老師看中 就是很好的事情 票數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星光大道會另外 而且你們是真的很受歡迎 我們節目也播 就是沾沾你們的光了 對 然後你們走紅之後 康熙來會一直把你們 跟小S合唱的那個片段 拿出來播 如果你們萬一天真的 有一天像老師講的成為 國際巨星 我應該有算 提拔到你們吧 有嗎 有當然 拜託感謝我一下 他不會要認妳的啦 妳放心 好 加油囉 希望你們都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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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